Hello大家好,我是刘儿手 今天折腾了一天 今天去把我的一批货去清关了 我进了一批烟斗 从国外寄过来了 然后到了北京了 海关要求报关 报关其实就是你把你的这个进货发票 给海关看你的东西多少钱买的 然后根据这个金额 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个比例 来征收关税 关税增值税 我是上周 上周三就做好了报关表 然后就交过去 一共不是很多 42把烟斗 然后当时呢 我在那个报关表上呢 就写了一个品牌和一个型号 然后就交过去了 其实通常情况下呢 怎么说呢 有些时候海关不查验 他就直接让你交完关税 就给你放行了 当然这次赶上我这批货呢 海关要让我过去去开箱查验 然后我就过去了 地方离我们家还挺软的 他在旺京那边 然后我过去了 然后 那儿有一个国际邮件处理局 一大仓库里的就给我叫去了 让我填表 大概就是报关单号啊 姓名啊 生文字号什么的 填了一堆 然后 我那个货 一个大箱子 放在一个桌子上边 然后 海关人员呢 递给洛伊把刀子 让我把那个 这个抬纸刀 让我把箱子打开 然后他要检查 全城旁边还有一个人呢 去 拿一个记录仪 就是 就是一个微型的摄像机 拍摄整个过程 然后 打开之后呢 拿出了一个烟筹啊 然后 逐一对照 因为我那个报关单上 就写了一个品牌 和一个型号 因为我没有想到那么复杂 结果呢 他说你这个品牌 跟你报关单上的 这个品牌 是对不上的 然后我说 对 他说你这多少个品牌 我说好几种呢 但是我就是觉得 为了省事嘛 就写了一种 他说那不行 你必须得是 把你这个箱子里 所有的烟筹啊 什么品牌 什么型号 全写的清清楚楚才行的 哎呀 这给我弄的挺烦啊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 你得回去改 改你一个报关单 然后当时我就回去了 其实这个报关单啊 它不是说像咱们似的 回去改一下就行了 这报关单 它是没有增项的 就是他 一张单子 你只能填一个品牌 一个型号啊 如果说比如说我这42个烟筹 分别属于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型号 我就得写42个单吧 啊 很麻烦 当时我就是因为写麻烦 所以就写了一个 结果这一下子一开枪查验啊 你说不行 然后 因为这个报关啊 它还跟别的不一样 不是说把这单子回来 你再重新改一遍行了 先得写一个那个说明书 啊 为什么 先得把这单之前的报关单给撤回 啊 写一个说明书 因为那个形号搞错了 啊 写的不全面 然后那个申请撤回 撤回完了再重新报啊 这一下子我跟大家讲 哎呀 挺麻烦的 哎呀 所以这一天就折腾这点事了 没想到现在 弄点东西这么麻烦了 现在哎呀 真的是耽误了我一天的时间 也不能说耽误时间嘛 反正海关同事也挺辛苦 总的来说海关的服务态度是不错的 啊 他其实就是公事不慢啊 只不过也是我有我的原因 我没有把该想到的 该做到的都做那么全面啊 所以今天就折腾了一天 那也挺不容易的啊 就是老百姓嘛 办点事也太不容易了 嗯 所以呢 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啊 如果说你们也有做过这种进出口的 这种生意啊 或者说什么的 有些样业务 咱们也可以一块聊一聊啊 这个 真的这个东西 你今后该怎么避免啊 咱们可以一起沟通一下 好吧 今天因为这一天时间 我就弄这点事来着 没忙别的 因为那个地儿离我们家挺远的 开车还得一个来小时呢 所以没干别的 然后明天我还有明天的事啊 然后 所以就卡到今天把这个事先弄完 然后 那改单的事成明天再说了 哎 就今天就说这么多吧 就跟大家讲一讲啊 这两天的事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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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